海贼王,普罗米修斯居然有两米多高,最害怕布鲁克的灵魂。 蛋糕导片虽然是一个过渡篇章,但很好的揭秘山智的绅士以及让我们见识到四皇的恐怖实力,也让我们对喝之国偏有了一个全新的期待。 在蛋糕导片里身为四皇的大妈,巴尔蒙,她吃了浑浑果实能力者,能通过灵魂制造出霍米兹,所以她拥有最强的霍米兹,是用自己灵魂创造出来的。 今天,我们的内容就是要来了解一下如同太阳的,普罗米修斯,在她生命卡图鉴里,又有哪些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密,一起来看看吧。 普罗米修斯的生命卡图鉴 在希腊,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爱神话中泰坦一族的神明之一,她是的姆盖亚与乌拉诺斯的儿子伊阿破托斯与克律默念所生。 和厄比默透斯是兄弟,北田也是借用了这个神话,来塑造出属于自己的普罗米修斯。 普罗米修斯出场于85卷853话,其编号为1059号,别名,太阳普罗米修斯,无恶魔果实,无霸气,疏于,喜乐有人。 在普罗米修斯的生命卡图鉴里,分别有两个画面,一个是常态化,另一个是战斗化。 一般都是听命于妈妈帮阿梦,实力强大,很少发挥出真本事。 因为普罗米修斯是属于霍米兹,灵魂赋予的生命,所以她并不属于男性或女性,虽然看上去是男人的语气,所属传还是女王母亲歌唱号。 生日是7月19号,身高居然有239cm以上,这高度吓到小蜘蛛了,疏于,巨蟹作,出生于伟大航道,最爱持,火焰,动画声优势,水岛狱,是巴萌梦海贼团船员。 北田把普罗米修斯归类成船员,而并非特殊驻守。 对于普罗米修斯如此高大,小蜘蛛的确很震惊,可能是常态下这个身高,如果是战斗模式,那绝对几十米了哈。 普罗米修斯最害怕布鲁克的灵魂。 原来巴萌梦是用右手去控制普罗米修斯并攻击敌人的哈。 身为火焰的他,遇到艾斯或者萨博,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故事,哈哈。 正因为是火焰,所以普罗米修斯这么多年就没有被伤害过,很特殊的他,敌人也不清楚是什么能力。 但是在蛋糕倒片,他就硬生生地被布鲁克的灵魂伤害过一次,也是有史以来是一次。 足以说明普罗米修斯最害怕布鲁克的灵魂,因为后者的灵魂要强过他们,甚至可以进行克制、压制,使他们的灵魂力量没说明作用。 这里凸显出,黄泉果实,不单单可以复活,还是混混果实的甜敌。 在三个有代表性的漫画里,陆菲的武装色对普罗米修斯无用处,巴尔蒙还利用普罗米修斯对慎平党人造成巨大的破坏力,最牛的是变成巨大的火球,配合巴尔蒙击溃敌人。 这些都是普罗米修斯的能力,贼强!如果被纳美收服了,那就搞笑了哈!哈哈! 普罗米修斯原本是有胡子的。 还有普罗米修斯的草稿图,通过上面的图以及旁白可以得知,初期的普罗米修斯实际上是有胡子的,也就是我们熟知的,太阳公公,但最终被删除了,变成年轻有活力的普罗米修斯。 最后是普罗米修斯的时间线。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,对此有不同意见的粉丝们也可以留脸讨论。 我是小蜘蛛,一个喜欢聊聊动漫,收集手办的爱好者,喜欢就关注吧!我们下期见!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!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!